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拿刀 来人 戴 今晚的活要干得干净点 是 我的刀呢 快走 你 林兄 林兄 三叔 相公 林兄 这儿不是久留之地 快走 好 三叔 快 快 快上 墙外有神仙 你们俩直奔正位 天亮赶到兴隆镇 方可多谢 千万记住 快走 林兄 还有一位老人 早已救出战外 快上 多谢任兄 来人 有人翻墙 走水 老爷 不好了 书生和老头被人抢走了 快把他们拿下 不管死的活的 不能放走一个 快把他们拿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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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暗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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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暗� 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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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啊 宝星 乐在壮游 你看 还乐呢 壮呢 差点把命都丢了 化陷为夷也是乐事 宝星 走 上路 宝星 什么 你看 敏感塔 前面就到东京城了 我的妈呀 可走到了 想点吧 老爷 想点吧 听见黄河大礼 老爷 黄河大礼 来 让开 让开点 黄河大礼 这块我给你剁了 这块我给你剁了 真气派 我来回回的 三叔 你看那楼 那楼 吃陈面了 陈面 吃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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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 李公子来了 还不让路 真是 小子 呸 是什么呢 咱们还是走吧 谁要我这风车来 你要吧 我说张贵的 我来这 好 放心 三叔 你怎么了 我别是病了 你哪儿不舒服 头晕 心慌 四肢无力 来来来 你先坐着 你人啊 没人 这儿 还隐隐的坐冲 是这儿吗 三叔 你这不是病 从早上 他现在还没有吃饭 是饿的 相公 可怜可怜我吧 赏点吧 您可怜可怜我吧 相公 机民之苦 今天我才得知遗恩 相公 你再忍一会儿 嗯 嗯 东京是到了 可咱们身上 一文钱也没有 怎么办呢 哎 君子随遇而安嘛 哎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笔墨指宴呢 这不就有了 哦 对对 咱们还是写实卖字 走走走 哎 快过来瞧啊 开草立传 先贤诗文 润笔低廉 随意挑拳 快来买啊 二位意下如何 啊 好 请看看这个 哎 卖炎药了 卖炎药了 这也不错了 主教 好字 自始雄见多变 飘入浮云 角如游龙啊 正是 可谓身得二王之精嘴 哦 过奖了 过奖了 哈哈 刘福 赞 嗯 嗯 是是是 明白了 老弟 我赞助填水巷西西楼 望老弟游侠 到下处畅谈 哦 多谢人兄 小弟一定前去拜访 哦 告辞 老弟 我家主人见相公比例不凡 愿出文银三十两 将这些字都买下 你看如何啊 哦 我说大哥 从来还没见过像你这样的买主 你等着 我给你收拾一下 啊 好好 哦 请问大哥 你家主人尊姓大名啊 好 货卖十家 两相交易 不必多问 啊 好好好 请收下 好好好 大叔 多谢你家主人 老星 只取文银无两 其余奉还 这 看左手 这叫三左女右 哈哈 走了 慢走 好啊 店家 慢走 哎 三叔 咱们就住这儿吧 哎 三叔 咱们有了银子还怕是吧 走吧 哈哈 啊 请 来 请 哎 你干什么 怎么弄往离床 哎 我们是来住店 不行 住满了 这 住满了 哎 哎 哎 喂 喂 店家 还有工房吗 有有有 请请请 请 啊 三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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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这不是欺负人吗 哎 别人来 你往里让 不是说住满了 你也不打听打听 这西西楼 什么时候住过穿粗布衣裳的 您哪 还是脚店里请吧 你 嘿嘿 住脚店呢 我们怕丢了银子 这西西楼 把门的狗厉害 我们住着放心 你 你这好小子 你敢骂人 你 我说的是他嘛 哎 啊 你看到吗 哎 你 你什么意思 你多什么 你这明明是骂人吗 没骂你 我先好想的 休于他理论 我们不住这势力欺人之地 走 走 呃 这位客官 请不要生气 都怪这伙计 哦 这不是 卢州包拯吗 呃 正是 你是 哈哈哈哈 在下翁宴 也是 也是 卢州人士 与你 同乡 同礼 哦 不过 那时候 你年龄尚小 论起来 我 还是你的 大学长呢 哦 失敬 失敬 他乡 遇故人 难得 难得 里面请 里面请 哎呦 小兄弟 刚才多有得罪啊 贤弟 也是进京赶考 想来 还无有下处 如不嫌弃 就在此 委屈一下 多谢 多谢 请 你们回去吧 大人有事不见客 哎呀 我这已经是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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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给个方便 啊 嘿嘿嘿 家父李明京 与王大人是挚友 请行个方便 从报一声啊 啊 诸位 诸位 大人传下话来 应有药物在身 清蓬一律不见 贵赠 鱼盖不收 诸位 大家请回吧 这这这 求张大人到 大公子 大礼自新 张瑶佐大人到 大人 张大人到 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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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瑶佐大人到 哦 快 快行 是 哈哈哈哈 张大人 这几日 未能过腐败后 倒有劳大人 屈尊下顾了 哈哈哈哈 哦 王大人 你我身为朝廷大臣 就应当 长思 为君尽忠 岂不可 玩物丧之啊 大人 下官 不过是偶然为之 哦 还不快拿走 大人 请里面用茶 好 门外 是怎么回事 哦 我已经闭门谢客 哦 圣上已经恩准 你为本科考官 望你好自为之啊 多谢大人举荐 王魁一定不负圣恩 此次要广接天下豪门之事 为我等做一番壮举 哈哈哈哈哈哈 你想的未免太简单了吧 你可知道这次的主考官是谁 嗯 主考 是 圣上 十分器重的 刘军 哦 是这个老儿 嗯 嗯 你不要辜负圣恩 要谨慎从事 下官记下了 大人 请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吃 哈哈哈哈哈哈 来啥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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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舌 三叔啊 你整天只知道读啊写的 外面的事你什么也不知道 什么事啊 你瞧瞧那屋的 今儿个拜见这位大人 明儿个宴晴那位老爷 喝啊 这榜上提名会从天上掉下来啊 宝馨啊 进京几日 你是大有长进啊 天子开课 以文章取势 怎能卑躬屈膝 奔走豪门 这些浑人 真不给面子 你瞧 连送礼都不让进 你呀 连送礼都不会糊涂 糊涂啊 不过 丫妹 这京师上下左右 还得靠您呢 老兄放心 这事啊 包在我们身上了 这位陆师爷 在京师可说是 手眼通天啊 陆师爷 那您就多费心吧 别的不敢说 金银宝器 三针其货 老弟这话就见外咯 我陆某的毛病 就是心肠太热 重义气 重感情 爱交个朋友 好管点闲事啊 三叔 你抽空还是再写几幅字吧 怎么 又没钱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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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丑到断水水更流 举杯消愁愁甘愁 人生在世不成立 明朝散发露天 哦 包贤地 你还没有歇息啊 里边坐 里边坐 坐 贤地 请用茶 贤地 好像有些心绪不佳呀 实不相瞒 这殿前还得拖欠几日 哦 贤地只管尽心攻堵 不必为此事挂心 哦 那就多谢翁兄了 不必介意 不必介意 翁先生 哦 红秀 翁先生 万福 红秀 你病痊愈了吗 多谢先生赐药 已经好多了 快走吧 李公子都等急了 那 红秀 你 去吧 先生 我 去吧 去吧 哎 哎 哎 他是 哎 春香院的一个歌迹 哎 本来 也是梁家出身 他父亲也是个读书人 可惜满腹经轮 三次进京赶考 都未得住 悲愤成疾 病死在这京都 他母亲带他前来奔丧 哪了 也病死在异乡 一个孤弱女子 举目无亲 这花团紧簇的京都 怎能容得下他呀 为了埋葬双亲 值得卖身青楼 沦落风尘 来 喝吧 喝吧 沦落风尘 洋河不辞 穷土恨 小凡长选 沦落风尘 沦落风尘 相鲜 前苦十年 又未语 修江白芳 对花咱 王兄 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堪称奇才啊 先帝演过了 演过了 好 妙 妙啊 王兄 风采还是不减当年啊 这真是今夜文君琴争语 如今新月耳赞鸣 王兄 你又取笑了 今日众位难得聚会 我这里备有一些水酒 一注雅兴 来来来 王兄 王兄 请 王兄 您这是第几次进考场了 第九次 第九次了 王兄 你酒精科场 这次定是高中无疑了 难说呀 难说呀 王兄 这贡院是个什么样啊 过几天你就知道了 我听说过去考试 吓死过人 你要是白天不把文章做完 到晚上一上灯 就能听见鬼哭 是 小老弟 照你这么说 我已经是九次死里逃生了 冰糖葫芦 不要 糖葫芦 冰糖葫芦 来来来 冰糖葫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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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叔 到了 您敢躺 冰糖葫芦 好鸟啊 好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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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末鸟长安 情恶处 空鸟岁月 亦蹉跚 少缴 少小 雖非 头比利 論弓 环玉 请长英 好 笼兄 恕我冒昧相问 以兄长的人品财 wool 也许,为何竟无意功名, 看作俗误了呢? 说来惭愧啊, 我必经数课都名落孙山, 不过我倒是看透了一点, 文章再好,不中考官的意义, 也是无用啊, 天子开科取士,不是从优选财吗? 话是这么说, 可是,贵者已适拓, 负者已财妥, 请故者已情妥, 天下哪有真共举啊, 那么,你为何不回故里呢? 老母死后, 家里已经没有什么人了, 不怕你见笑, 我在这里, 也竟是乐不似数了, 崔公子, 崔公子, 来来来, 我想起了四句绝妙的好诗海, 我念给你听, 不行, 老兄, 我不经以此道, 你自个儿来, 自个儿来啊, 你来听一听, 我才出十起, 来了, 来了, 翁年, 看像不像上方那个啊, 翁老兄, 翁老兄, 李公子, 幸会, 幸会, 这位是, 哦, 这位是, 哦, 想起来了, 我们是同住西西楼的, 今日难得同游, 咱们大伙一块儿在此饮酒赴诗如何, 多谢了, 恕不奉陪, 我要到他们上去看看, 那就诗陪了啊, 你可不能走啊, 我和崔公子正在饮诗, 待会儿啊, 还要请你指点指点呐, 翁兄只管刘布, 我到前面等你, 公子诗可曾吟诚啊, 哎, 曹子剑齐故成诗, 我围着宝塔, 转了三个圈, 也想起那么四句, 还颇为绝妙, 哦, 点席耳恭听, 他从地下, 直冒出, 顶上戏来, 底下粗, 起句虽评, 想必先藏后漏, 大手笔正是如此, 想必后两句一定是一风突起, 那是四宅, 你听着啊, 有朝一日翻过来, 底下戏来, 顶上冲, 哎呀, 今儿晚上, 李公子怎么也用起功来了, 我怎么舍得冷落你呢, 哎呀, 你不是说要读书吗, 哎, 我这些书啊, 不用读, 里面啊, 自有奎明高中, 哦, 啊 不笑啊 看来啊 这舍利塔 运箱顶 倒都是难得的珍宝 举子李诞是江南名门世家之后 其父李明经 哦 是明经之责 我知道 尊主 我拟了一份明诞 请大人 果目 此番科举究竟选拔何等人才 恐怕 还有一番争执 你虽然是副主考 可是责任重大 大人 刘军是当今文坛领袖 他很会以邪说 祸重 深得天下世子之心 这 这 他讲什么 经共举律 隔旧碧 不拘现阁录取人才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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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些都是无国之弹 嗯 哎 随唐科举之法 到本朝 几乎就要 泯灭了 若是市井小明们都能重磅做官 这朝廷的 这朝廷的刚计 不是日趋败坏了吗 那么 以大人之剑呢 将相 岂能无种 以我之剑 还是要谨遵古智为好 是 请大人放心 下官一定不负大人重拓 我已想好了一个极为妥善的办法 本朝 前科曾有考官 焦举子在卷子上 以密记为好 勋行录取 后来 事情败露 落得个出名罢官 前车之剑 不可见忘 你 可不要 大意啊 大人训事 下官铭记在心 下官告辞了 大人训事 大人训事 下官 天圣五年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走远 你看烤气就要到了 王大人又锁进贡院 这陆师爷怎么哪个信也没有 公子 陆师爷实在找不到了 你简直是酒当饭蛋 连这点事你都办不成 你给我滚 是 是 我上车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上车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哪个混蛋 半夜三更敲门 真讨厌 哎 来了 来了 是您的 哎呀 可饱急死了 这两天你上哪了 老也不露面 怎么样了 哈哈哈哈 李公子 你急什么呀 我给你送来了一样好东西 哎呦 我也没有病 你干嘛送药给我 哈哈哈哈 李公子 这两天你着急上火 吃了它 那自然就会咬到病除啊 天下何以意志论 哎呀 陆师爷您 你可真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呀 哈哈哈哈 哎 你这是怎么弄到的 哈哈哈哈 这你就不用管咯 李公子 这可是性命攸关啊 你可千万不能泄露啊 哦 来来来 哦 哎开明 Jeez afford 哎 喃 喃 reopen 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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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秀 快 给我磨磨 半夜三更的 您这是怎么了 拿扫进来 打扇 我看 李公子做文章 比女人生孩子还难呢 混账 这怎么能相比呢 女人生孩子 那是肚子里有 我是肚子里没有 要凭空照题做出文章来 这能不难吗 天下 何以 一致论 一致论 包贤弟 翁兄正忙呢 请进来稍坐 请坐 坐坐 贤弟 现在不是洛阳纸柜 而是东京纸柜了呀 今天那位管家又送来十两银子 请你再随意给他写几条字符 他家主人是谁啊 常来买字又从不露面 这种事情倒不多见 你管他呢 他喜欢你的字 你只管写给他就是了嘛 翁兄 你既无异于柯厂 为何还习策论之作呢 贤弟 我哪有这种兴致 这是李诞公子写的文章 拿来给我看的 我也是秉性难移啊 就随意给他涂抹了几笔 这不全成了你的大作了吗 好 好 写得好 不过 这里一游未尽 你看 是否应该加上 赏者 必当其功 不可以恩尽 罚者 必当其罪 不可以幸免 邪宁者 虽尽必处 忠职者 虽远 必收 法令既行 纪律 自证 则 无不智之国 无不化之民 邪宁者 虽尽必处 忠职者 虽远 必收 好 精辟 贤弟如此高材 不愁 本科不重 过奖 过奖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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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拜考官 鬼号位 鬼号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考大人 学生有事禀告 何事 请大人给我另换一个题目 这是为何 学生前不久见过别人以此为题写的文章 因不敢侥幸求众 顾请大人敢示他题 这 胡说 考场之中怎能随便干擒 分明是扰乱常规 来啊 将他轰了出去 是